大家好,我是葛晨 咱中国人说,没出十五就是年 过年好 从纽约华裔前总统参选人 现在的纽约市长参选人 杨安泽晒出了他们家过年 吃月饼 引爆了全球华人对春节文化习俗的大讨论 其实呢,当习俗变成习惯的时候 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些文化的本源了 比方说吧,什么叫压岁钱 这个压岁钱呢,也叫压年前 压岁钱它不是红包 一般呢,是由长辈给晚辈发的 比方说,前些年纽约山东人过年的时候大聚会 马文元老联口呢,就坐在台上 给所有的参加这次山东人聚会的 没结婚的山东人和小孩发钱 那这个钱呢,就是压岁钱 它不是红包 这个压岁的岁呢,其实就是鬼鬼祟祟那个岁 谐音,压岁呢,就是压制邪岁 把不好的灾祸的镇中 而压年前呢,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年呢,过去传说中是一种凶兽 一年呢,出来一次 所以呢,压年,其实呢,就是 驱邪避祸,守护平安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这个习俗呢,最早啊,是起源于 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可能有人在古文殿看过用红绳穿起来的 古代的铜钱 有龙形的,有剑形的 哎,其实那就是古代的压岁钱 就是到今天为止呢 有一些日本人喜欢把一些现在流通的 日本的圆孔硬币 也用红绳穿起来 当做幸运币 这种文化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压岁钱 最近几年呢,又有了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年三十都晒这个年夜饭 初一呢,大家就都安静了 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吃剩饭了,不好看了 中国人讲究年年有余 就是得剩下一点剩饭剩菜 特别要剩一点鱼 初一呢,再开始吃 其实呢,它是一个谐音梗式的踩头 对不对 说到这里呢,咱们要说个严肃的事啊 据报道,在英国 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发生食物中毒的现象 而其中一半的原因 是吃了自己在家做的饭 而这一半的原因又是 因为吃了烧烤和节日剩饭 节日剩饭是最大的元凶 英国食品标准署啊 甚至专门总结了健康风险 极高的几类剩饭剩菜 各位注意听一下啊 都是咱们春节经常吃的 一是熟肉和含肉的熟食 第二呢,是海鲜 第三呢,是富含蛋白质的食品 食物中毒呢,通常是食物上啊 沾染了细菌所引起的 比方说,普遍存在 而大家却不太熟悉的弯曲杆菌 潮温状况下呢 据说弯曲杆菌呢 可以存活两个小时 所以呢,很容易扩散 只要吃一点就能够治病 而人们很熟悉的食品里的细菌 比方说沙门氏菌 但是呢,沙门氏菌呢 你要吃下成千上万个才能治病 可是弯曲杆菌 据说呢,有五百个就可以把你放倒了 所以呢,一,剩饭剩菜凉透了以后 一定要放进冰箱 二,剩饭剩菜必须热透了再吃 而且呢,不易反复加热 那这次吃不了,下次再热是吧 欧美的食品安全部门呢 多次建议国民只热一次 而且呢,如果你用微波炉加热 一定要全面彻底的加热 因为微波炉加热呢,不均衡 没热透的地方呢 细菌会安然无恙 甚至会繁殖更多 比方说在美国 每一年过感恩节 那美国人呢 都会有因为烤火机不当 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就是烤制的时间和温度啊 没有掌握好 而造成细菌的大量繁殖 所以每一年过感恩节 美国的食品频道 就教人们怎么烤火机 其实呢,也有一个食品安全的话题 第三呢,是剩米饭 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食物中毒大多数呢 都是因为细菌引起的 但是米饭的问题更加复杂 因为米饭呢 可能会被一种叫做 蜡状牙包杆菌的细菌所污染 那么这种细菌呢 可以通过加热被杀死 但有时候啊 它会滋生出包子 不仅有毒 而且特别耐热 在欧洲 这种食物中毒呢 也叫做炒米饭综合症 你看还有这么一种病啊 英国医生啊 莫斯利就说 吃了这种剩饭呢 就可能会患上炒米饭综合症 所以呢 剩米饭更加要热透了 或者炒熟了再吃 当然了 我认为所有的剩饭剩菜 最安全的吃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打开手机 看别人吃 开玩笑哈 最好的吃法呀 就是吃新鲜的 咱每顿饭呢 宁可不够 保持点饥饿感 还有利于减肥 有利于健康 也尽量不要剩下 既不安全 又没有营养 何谈健康呢 所谓连年有余 哎 你这银行户头有余款 那才叫有余啊 是不是 剩饭剩菜不叫有余 祝大家新年快乐